薛轩有发展迟缓的现象 在送往学校就读接受早疗教育 原本不愿意口语表达的状况 已经有明显改善了 因为早疗教育 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 他的父亲就说 提早补救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毕竟希望他们进入小学之后 能和一般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学习 另外他也反映 社会补助对他们来说也不容忽视 因为可以借词减轻负担 但是往往一开始不知道 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宣导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 政府有家中有持缓的那些补助 是到明星 然后他们有跟我讲说 有哪些补助可以申请 所以我希望说以后政府可以多宣导 将孩子送到专业的社福机构 接受早疗教育 是父母亲在知道孩子 有发展迟缓现象所做的第一个决定 明星儿童发展中心主任许立竹就表示 一旦家长将孩子送到中心上课 都会告诉家长所推出的上课疗程 也提醒他们家庭教育中的注意事项 当然家长在乎的社会福利会告知 可以向市政府社会局 申请发展迟缓儿童的疗愈补助 一般的家庭是每个月三千元 而低收入每个月是五千元 我们那个新北市政府都有一规定 说譬如说社会福利有的是发展迟缓 就提供三千块的车资疗益补助 那么低收入就是五千块 那如果申请产障手册的话 也有轻度中度重度的标准不一样 都是我们都按照政府规定来收获 有会食堂集办家长做堂会 那也跟家长做一些福利的说明 家长也希望如果政府能与医疗院所加强合作 在他们诊断出孩子有发展迟缓现象的同时 由医院社工师告知 相关的社会福利申请管道 相信更能帮助他们减轻负担 记者卢秀娟中和场报道 家长 作以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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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